第八十六章 跨越时间长河的手指 你们是谁 沙神鬼王看着突然冒出来的九尊大罗金仙境界的鬼族强者 脸上露出骇然之色 即便是他也第一次知道 殷山内居然还有大罗金仙存在 一个独角鬼族看了沙神鬼王一眼 就这一眼 让这个以沙神为名的鬼王险些道对 我等乃是冥界九大鬼君 你们这些后生小辈 见到我等还不速速行礼 独角鬼族语气淡漠地说道 鬼君这是一个比鬼王更加尊重的称谓 鬼君 传说中冥界的九位上古大兄 没想到你们居然会被关押在殷山 鱼戎王突然开口说道 看他的样子竟然好像知道关于鬼君的事情 沙神鬼王正要细问 一个鬼君突然伸出双手 对着虚空刻画成疑问 随着一道道符文浮现在虚空 一个散发着幽暗气息的王冠 出现在殷山 准备吧 九位鬼君对视一会儿 然后各自运转体内力量 激活王冠 殷山外 实力提升到大罗惊仙巅巅峰的盲山鬼王 手握上古魔剑 静静地等待着殷山内的回忆 孙悟空看着闭幕飘浮在殷山上空的盲山鬼王 眼中流露出好奇之色 他拍了拍龙且 想要询问些什么 龙且还没等孙悟空开口 也直接摇了摇头 示意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孙悟空无奈 又将目光看向自己不怎么熟悉的钟灵墨 和那个带着铁面的鬼将 结果这二鬼也直接摇了摇头 显然 他们也什么都不知道 不知道过了多久 盲山鬼王睁开了眼睛 就在盲山鬼王睁开眼睛的瞬间 阴山内风都天子的静置被激活 十道静置以一种玄妙的方式组合着 最后化为了一道风都天子的虚影 一顶王冠从阴山飘了出来 落在了虚影的头上 爱一声分不清 是男士女的叹息 孙悟空双目闪耀着金光 想要看清虚影的面容 然而 那虚影的脸上 就好像笼罩着一层宝物一样 不管孙悟空如何运转先例 都无法看清虚影的脸 虚影没有进攻阴山的平衡 而是深深地看了盲山鬼王 然后 迈步进入了 地藏王菩萨留下的十藏王阵 没有想象中激烈的交锋 十分平静的 十藏佛阵消失了 虚影也消失了 地面上 只留下一顶古朴的王冠 盲山鬼王挥了挥手 王冠飞到盲山鬼王的手中 看着王冠 如扶植心灵一般 盲山鬼王戴上了王冠 九道强大的气息从阴山走了出来 他们看着 头戴王冠的盲山鬼王 眼中闪过激动之色 只是还没有等于他们开口 只听一声怒火 一个面目凶恶的黑衣僧人 从虚空中走了出来 看着盲山鬼王 和那些正在从阴山中 往外逃的恶鬼 黑衣僧人身上 顿时散发出浓郁的杀迹 你们这些恶鬼 是在找死 这黑衣僧人 正是地藏王菩萨的恶师 黑衣地藏 不好 准圣的分身 王还没有觉醒 不能让这准圣分身 坏了王的手 第一 以护着王离开 我们八个拖住 这准圣的手 九大鬼君之手的独角鬼君 看着仍旧不曾觉醒的 盲山鬼王 对九大鬼君中最小的 第九鬼君一说道 离开了八位兄长一眼 知道形势严峻 也不多言 点了点头 然后来到盲山鬼王身边 撕开虚空 带着盲山鬼王 就要离去 不知死活 飞衣地藏剑装 冷笑一声 作为地藏王菩萨的恶师 发生 飞衣地藏杀性击中 可谓是恶之极致 完全继承了地藏王菩萨上古凶兽本体的凶杀 只见他寄出一笔油字滴着鲜血的长剑 斩向虚空 强大的力量 让虚空瞬间出现了一个个黑色漩涡 这是虚空被彻底破灭的表现 阻止他 八大鬼君各自结印 最后 居然合为一体 变成了一尊身高百丈 面目猙獰的独角恶鬼 强大的气势 已经无限接近于重生 八鬼失魂中 独角恶鬼张开血盆大口 喷出一口散发着黑气的血液 血液在虚空中流动 变成了一个远古字符 字符一出 黑衣地藏立刻变得警惕了起来 封独角恶鬼 催动字符印象黑衣地藏 黑衣地藏双手的实践 斩向字符 一时间 两者陷入了僵持 大家快逃 殷山众鬼见到这种情形 顾不得多想 纷纷化作 鬼气朝外界逃去 他们被困在殷山太久了 早就已经 快要被憋疯了 此时 眼看就能逃出生天 他们哪里还顾得上其他 孙悟空看到这种情形 也知道准圣级别的战斗 绝非自己这些太乙金仙能够插手的 别说太乙金仙了 就算是飞鹏这个大罗金仙 恐怕也很难抵挡住 准圣的随意一击 三哥 我们也赶紧离开吧 我看那独角恶鬼 不一定能够拖住地位藏王多久 如果不赶快离开 恐怕就真的离不开 孙悟空对飞鹏说道 飞鹏点了点头 然后众人也与群鬼一样 朝远处掠去 因为场面实在太过混乱 孙悟空和飞鹏 并没有注意到鱼龙王的存在 而鱼龙王 也没有看到孙悟空和飞鹏 三兄弟彼此错误 魔科天葬 黑衣地葬终究不愧是准圣级别的强者 他震碎了独角恶鬼的字符 并一剑披在了独角恶鬼身上 黑衣地葬手中的剑 也并非寻常法宝 而是上古凶兽的葬的兽牙所化 论品阶当属于后天灵宝座的上品 独角恶鬼被一剑击中 再次一分为八 变成了八位鬼君 八位鬼君对视一眼 然后心有灵犀般地点了点头 今日无等 献祭真灵 召唤巫主神灵 诛杀敌人 八位鬼君念动咒课 他们的身上开始燃烧起一种 翠绿色的诡异火焰 火焰很快将八位鬼君 焚烧成了八股纯粹的能量 这八股的能量 汇聚成了一个奇特的符文 这是什么东西 黑衣地葬皱起了眉头 他隐约察觉到了一股莫名的危机 符文散发着诡异的波动 突然 一只如同从时间长河中伸出的手指 猛地降临在黑衣地葬的头顶 黑衣地葬大惊 连忙运转神通 对抗手指 扑黑衣地葬用尽全力 终于 挡住了那一根手指 代驾 可是他整个身体 都如同瓷器一样 出现了密密麻麻的裂 跨越时间重创于我 这是轮回的手段 是谁 究竟是谁有这样的能力 非一地葬口中 发出难以置信的声音 然后 整个身体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 最后 化为了一块块碎片 散不虚空 第八十七章 师妹亡两 阎罗王陛下 阴山寻鬼暴动 已经杀出阴山 地府 一名阴差冲到阎罗王面前 汇报阴山的消息 阎罗王点了点头 好像早有预料一般 说道 通知各部 各司其职 不如善悟 啊 阴差文言 微微一愣 然后赶紧去通知阴司各处 阎罗王看着幽暗的明界夜空 轻微地叹了一口气 轻声道 希望 明日之后 我们还是兄弟 宋帝王陛下 阴山暴动 秦广王陛下 地府十王都接到了阴山暴动的消息 他们都做出了同样的安排 各司其职 不得忘了 好一个调虎离山 好一个府邸抽行 地狱故空 是不成佛 不知道 这一次地藏王 会不会气得跳脚呢 一个身穿明黄色长袍的中年男子脸上 带着奇异的笑容 似乎想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 他有一个很霸气的名字 宋帝王 他在地府十王中排兵第三 陛下 我们真的不排兵 镇压恶鬼吗 殷山的鬼魂 可都是一些万劫 不得超生的力 如果任由他们霍乱明界 或者逃到人界的话 天庭那边 我们可能不好交代 宋帝王身边 一名判官模样的男子 皱着眉头说道 宋帝王看了判官一眼 说道 我地府 何须向天庭解释 这 判官一时雨色 他不明白 平日里一直低调的地府 这一次为什么一改常态 狮 妹 王 梁 一个身穿地袍 脸上笼罩着一团黑雾的男子 来到一片幽暗的海域 姐姐姐 你终于来见我们了 是要放我们出去吧 四团鬼器从海里飞出 化作四个猙獰的脑袋 看着男子 口中怪笑着说道 师妹王俩 明界诞生之时 便伴随明界而生的四大先天鬼神 他们性情暴力 喜欢吞噬鬼魂 最后 被封都天子击败 关押在了地狱之海 男子语气淡漠地说道 师妹王俩 如今明界遭逢变故 这是你们唯一逃离明界的机会 不会破坏掉风都天子的封印 但是你们能不能冲出明界 那就与我不关了 嘎嘎嘎嘎嘎 小子 你尽管放我们出去便是 不错 只要你破开封印 许诺给你的东西 我们绝不食言 快 快放我们出去 我闻到了自由的味道 师妹王俩疯狂地叫了一声 他们被封印太久了 久到了 他们已经记不清自由式 男子来到一块 散发着诡异气息的石碑面前 只见石碑上写着 镇魂碑三个古老文字 男子拳头上凝聚强大的力量 轰击在了镇魂碑上 石碑微微一颤 一道 虚影从石碑中飞了出来 放肆 居然敢破坏本地设想的封印 这虚影看不清面 但从他的口气上可以听出 这道虚影 应该就是传说中的 风都天子 男子看着虚影 先是恭敬地醒了一颗 然后 手中出现一颗 散发着杀气的长剑 说道 陛下 你已经死了 你定下的规矩也过时了 虚影出手了 只轻轻一掌 整个地狱之海盾时 翻涌起淘天巨浪 争 一声剑饼 巨浪消失 虚影也消失了 给我碎吧 男子抱贺一声 手中长剑展向镇魂碑 失去风都天子力量加持的镇魂碑 如何能够挡住男子的攻击 只听咔嚓一声 镇魂碑瞬间四分无力 嘎嘎嘎嘎 结结结结 四道强大的鬼气 窜出地狱之海 离开地狱之海后 他们疯狂地吸收着明界的能量 武冲已经空虚很久的身体 力量 我们的力量 终于回来了 师妹王俩 四位上古恶鬼 肆意地宣示着自己的威压 他们知道地府之主 镇压自己的风都天子 已经流落了 如今的明界 已经没有比他们更加古老的果实了 他们骗了那个地袍男子 他们要的并不是单单逃离地狱之海 而是要执掌明界 大罗金仙的气息 这么邪恶的气息 而且还是在地狱之海 看来 是有谁将那四个家伙都放出来了 望穿河中 斗笠人第一时间察觉到了地狱之海的变故 刚准备动身去查看 却突然发出一声闷喷 原来 此时 他的胸口正在躺血 那是在阻截黑衣地藏时所受的伤害 罢了 随他去吧 这么长时间过去了 那四只恶鬼 已经翻不起水波了 地府 一身黑色地袍的秦广王 突然看向地狱之海 然后 身形凝望 消失不见 秦广王来到地狱之海 正好与其他九王相 石王看向正在肆意吸收力量的痴魅王俩 眼中都流露出民众之色 是陛下镇压在地狱之海的痴魅王俩 四位上部恶鬼 是谁 将他们放出来 阎罗王看了其余九王一眼 似乎在怀疑什么 秦广王冷哼一声 说道 阎罗 先拿下这四只恶鬼再说 转轮王点了点头 手中出现一柄 鬼气森然的长枪 当先对 蚩魅王俩发起了攻击 不知死活的小贝 也有我综合冥界的时候 你们还不知道在哪里 居然还想拿下我 此时 蚩魅王俩已经挥复了身体 变成了四只形状怪异的恶鬼 蚩是一个胖子形状 长着一张大嘴 占据了整个脑袋的一大半 显得格外 魅则是一女子形状 看起来娇媚动人 当然 前提是忽略她那满头 用婴儿满呆绝成的头发 网看起来 和普通鬼魂没有区别 只是尖头 长了两到五次 看起来就像是长了两只鸡脚 两是一个双头恶鬼 两个头一男一女 看起来十分狂 师妹王俩似鬼早在上课时期 便已经是大罗精献了 不过被镇压了无数岁月后 他们的实力不增反降 虽然境界依旧是大罗精献 但实力已经不及全盛士气的七成 现在已经不是上路时代了 已经不是你们的时代了 若是你们老老实实待在地狱之海 或许还能保住幸运 可惜你们自寻死路 那就怨不得我了 转轮王手中鬼枪化作漫天巨猫 扎向王 强大的力量让王面自然 一个纪元过去了 昔日纵横明界的四大恶鬼 早就已经不再是无敌的存在了 不 第八十八章 速敌之战 地府石王 在痴妹王俩 纵横明界的时代 都还只是无名小狗 但是漫长的岁月里 他们早就已经修炼到了 大罗精献的境界 面对十个大罗精献的围攻 师妹王俩很快落入了下方 哦 这怎么可能 时张开大腿 一股强大的犀利传出 想要将变成王吸入口中 却被变成王 一记手印击中的眼睛 顿时绿色的血液散落盆地 闫罗印 闫罗王双手结印 一道地印击中两个脑袋 腾得两另一只头发出麒麟的残骄 转轮印转轮王的攻击也到了 两在阎罗王和转轮王的围攻下 只能被动防守 迷失幻境妹眼中散发出迷迷之光 与她对战的泰山王 微微冷笑 手中出现了一根墓杖 仙天灵宝 陶墓杖 仙天灵宝 乃是伴随着天地所生的灵宝 每一件都拥有着神秘莫特的力量 陶墓杖的力量 也是破解幻解 妹的幻境被破 下意识转身想要逃走 泰山王剑撞 微无手中 陶墓杖发出一道粉红光芒 击中了妹 妹惨叫着 化作一道鬼气继续逃跑 却好巧不巧地冲到了秦广王的身边 作为地府石王之手 秦广王的实力毋庸置疑 已经达到了大罗金仙缝隙 决见她手中出现一瓶长剑 微微震动 一道犀利的剑气落在妹的身上 妹甚至没有来得及发出惨叫 便被一剑劈成了飞灰 妹死后 狮 王 两眼相继死在了秦广王的剑下 这四肢纵横一个时代的上古恶鬼 就在刚刚脱困的那天 便全部遇过 石王对视一眼 葛字点了点头 然后离开了地狱之海 阎罗王临走时 深深地看了秦广王一眼 那一眼究竟是什么 没有任何人知道 或许就连阎罗王也不明白 自己当时眼神所要表达的意义 无数阴山逃出的恶鬼和阴差发生了战斗 整个地府乱成一团 不过因为有石王的命令 地府阴差们很快便适应了战斗 那些从阴山逃出来的恶鬼们 大多数被重新抓捕 有反抗者被直接打到魂飞魄散 孙悟空一路将所有看到的猴族鬼魂收落 收入掌桌 这个时候他也顾不得是不是花鼓山的猴族 只要是猴子 他都收入了掌心 哭一会儿便收下了十万只猴族鬼魂 无双鬼王逃到鬼门关前 只要出了鬼门关 他就有机会重新顿落人间 得到自由 突然他停下了脚步 因为他感觉到了一股十分熟悉的气息 正在向自己靠路 地府鬼将 皇侯将军张飞 骑着一体幽名鬼马 扛着杖扒蛇毛 从鬼门关走了出来 三姓加挪 没想到 居然还没有转世 张飞看着无双鬼王 脸上露出意外之色 他得到消息阴山暴动 所以 亲自镇守着鬼门关中的 防止利贵凶魂逃入人间 祸害苍生 却没有想到居然会在这里遇到熟人 张 得 无双鬼王眼中流露出愤怒之色 手中方天化剂 开始燃烧起幽名火焰 想不到 你也成为了太乙惊仙 而且还是太乙惊仙后期 张飞有些意外 不过他丝毫不惧 催动胯下幽名鬼马 直接纵马杀相 无双鬼王 当一如两千年前一样 他们如同繁俗武将 一般展开了厮杀 没有神通 没有法术 他们用的 每一招每一式 都是经过战火 淬炼出来的杀招 稍有不慎 便有可能被直接斩成两段 皇侯千军破张飞手中 杖八蛇毛开始 疯狂旋转 一条黑龙须翼 出现在张飞身后 然后飞入张飞的杖八蛇毛之中 天下无双 无双鬼王 怒吼着 一根根轨迹从地底生出 凡间的招式 分不出胜负 他们已经开始使用成为 滚修之后学会的本领 哭 张飞看着自己 被冻穿的胸膛 眼中流露出不甘之色 无双鬼王看着张飞 没有说话 如果张飞还是人的话 这样的伤势 她已经死了 可是对于鬼来说 这种伤势 不过就是耗费些能量 被能轻松恢复 张飞却并没有去恢复伤口 而是看了吕不一眼 转身离去 吕不 你要出鬼门关 张飞拦不住你 但是这鬼门关 还有申叔 玉蕾 两位鬼神 他们的实力 不下于我 你好自为之吧 张飞的声音 在无双鬼王耳边响起 无双鬼王眼神微缩 流露出意外之所 不过此时 毕竟不是多想的时候 无双鬼王知道 地府是不会任由 殷山的恶鬼们 逃到人间的 所以 一定会全力抓捕 殷山群鬼 留在冰界 迟早会被抓住 想要脱身 便只能强闯鬼门关 不就一道关爱吗 我何曾畏惧过战斗 无双鬼王怒吼着 飞身杀向鬼门关 沿途遇到的殷差 皆被无双鬼王斩杀 浓郁的杀气 让所有鬼门关的 凝差胆颤心境 羽绒王挥舞齐帆 同天而降 齐帆挥舞 无数黑气 呼向鬼门关 而他的真身 便混入了黑气之中 想要趁机逃出鬼门关 杀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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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个血色沙子 从远处飞来 伴随而来的是 无穷的杀戟 杀神鬼王 也到了 杀呀 伸书 玉蕾率领 阴差杀向三位鬼王 一时间 鬼门关 杀声震天 此时的东圣神周 陶悟和大士 至菩萨的战斗 还没有结束 陶悟运用自己的天赋神通 不停地攻击 大士至菩萨 大士至菩萨 此时 手里 已经击出了一群小火箭 一道道剑气 杀向陶悟 但依旧难以对 陶悟造成真正的伤害 担心在发生什么变故 观音菩萨顾不得继续提防天庭啊 他掐动法权 引动一道道天雷 劈向陶悟 文仲见状 眼中闪过一丝不悦 观音菩萨使用雷电之力进攻 陶悟的确是一个好办法 可是他当着雷部众神面前施展迷数 这就让文仲的脸上 有些挂不住了 不少的雷部正神 也都面色难看 在他们看来 观音这是在挑起 哼 心桓 用巨雷棋 将方圆千里的雷霆圈 给我收入巨雷棋中 文仲脸上露出一幕微笑 冷笑着 被身旁的心桓吩咐道 心桓文言 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显然 他想到了文仲这么做的目的 第八十九章 九天允雷困菩萨 观音菩萨本就出身到尾 读到双修让他的实力 远胜一般的大度金鲜 他参悟的大道未水之真定 以水之大道施展迷法 威力倍增 有了观音菩萨的加入 陶悟变得危险起来 看我魁水神雷的厉害 观音菩萨掐动法掘 想要引动威力强大的魁水神雷进攻 陶悟 陶悟察觉到了危机 也开始凝聚神通 在口中凝聚了一团血红色的煞气 然而就在这时 意外发生了 观音菩萨凝聚出来的魁水神雷 还没有来得及施展 便被星环祭出的巨离奇 吸收了 观音看着掌心那如同电光的一领魁水神雷 脸上露出愤怒的神色 闻中 观音菩萨只来得及幕后一声 便连忙施展出了佛门精神 因为陶悟的攻击到了 陶悟喷出一股强大的血色力量 如果观音菩萨凝聚的魁水 神雷尚载 或许还能将这血色力量击溃 可现在 他除了硬抗血色力量之外 已经没有一别的血色 佛门精神 在佛门圣人 准替佛母自创了一门神通 因为西方缺少灵宝 所以准替佛母便想出了一个旁门神通 以自身功德凝聚精神 这精神平日里 可以作为化身 也可以作为法宝 就算被毁 也可以用功德之力重新凝聚 十分方便 最厉害的是 精神的威力随着贯注功德之力的多幅而增加 若是你拥有的功德足够多 完全可以凝聚出一具不弱于圣人的精神 当然 如果真有那么多的功德之力 想来也没有哪位 佛门修士会选择用来祭奠精神 滋滋滋 毫无的血色能量击中观音菩萨的精神 一半精神被污 观音菩萨见状 心疼不已 收回精神后 观音菩萨抬头看了天空一眼 然后祭出了一笔仙剑 大势之菩萨 我们走 观音菩萨挥舞仙剑 将扑上来的讨物逼退 然后对正准备对讨物发起进攻的大势之菩萨说道 大势之菩萨闻言一愣 说道 观音菩萨 我们二人联手 定能镇压讨物 为何要走 观音菩萨无奈地看了大势之菩萨一眼 心中暗保 这个大势之 虽然脑子不好使 但天赋极高 并深得要是琉璃光王佛的众 我与投奔弥勒佛祖 就必须和他搞好关系 观音菩萨有心解释 如今面临的危机 可这个时候 陶悟的攻击再次袭来 这一次 陶悟使用的是一双利爪 利爪破空 整个虚空都仿佛笼罩在了利爪之下 扑 观音菩萨和大势之菩萨各自掐动法队 施展法术 对抗陶悟 可是 陶悟的攻击实在太过强大 两位菩萨的法术一触即溃 根本无法阻止 陶悟的攻击 大势至菩萨被陶悟用受尾抽中 坠入地底 很快便又重新冲了出来 不过看到灰头土脸的样子 应该是吃了暗灰 观音菩萨的样子稍微 不过也是头发散乱 在 陶悟的进攻下 狼狈不堪 天尊 我们是否出手将他们一举 星皇看着正在博杀的佛门菩萨 陶悟 眼中闪过一丝杀机 如今天庭和佛门虽然还保持着表面的和睦 但私底下 大家都已经很清楚 福道之争 已经不可避免 文重摸着胡须 眼中流露出些许事宜 佛门毕竟是大 比之道门也丝毫不弱 如来佛祖更是准圣巅峰的大能 在如今的天庭中 明面上也只有多帅不闭关的那位 才有把握和如来佛祖对战而平败 其他的先生 恐怕都不是如来佛祖的对手 更何况 佛门可不止如来佛祖一个准圣 星环 你速回天庭 请大天尊派遣十二人臣相助 我们留下这两位佛门菩萨 文重毕竟是将门出身 很快就做出了决断 不过为了以防万一 他还是决定再邀请一些高手主战 星环领命 阵池一挥 转眼见消失不见 正在和逃物交战的观音菩萨 察觉到这一幕后 心中更是大忌 如今整个虚空 已经被天罗地网和雷布九天 陨雷阵包围 如果天庭再来高手 恐怕自己这一次 还真得栽在这东圣身中 观音菩萨一念至此 不敢再担得下去 连忙对大势至菩萨说道 大势至菩萨 文仲图谋不善 我们先找机会离开 大势至菩萨脸上露出 不幸之死 说道 观音菩萨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是说天庭会对我们出手 观音菩萨点了点头 说道 不错 文仲将我们也包固在阵中 其心可重 如果我们继续和毫无纠缠的话 恐怕会被文仲无功断 他们难道是想与佛门彻底开战 他们怎么敢 大势至菩萨依旧满脸无性 如今的佛门 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时刻 而天庭早就已经外强中干 大势至菩萨实在不相信 天庭敢在这个时候 佛门开战 观音菩萨实在懒得健身 陶悟的攻击让观音菩萨自顾不暇 如果大势至菩萨实在坚持不退的话 观音迫不对 可能也只能选择放弃大势至菩萨独自逃离 而地听得到观音菩萨的传音 让他驱使亚语参战 将战场搞乱以便突围 在观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出手对付陶悟的时候 地听便暗中将亚语收回 得到观音菩萨的传音之后 地听不由有些犹豫 毕竟地藏王菩萨和观音菩萨可不是同一阵 想到这里地听不由看向了大势至菩萨 相比观音菩萨 大势至菩萨这个要事 琉璃光王父的清传弟子 更能让地听信命 大势至菩萨虽然还是不相信 天庭敢对自己出手 不过见观音菩萨一再强调 也不由在心中泛弃了你 你照观音菩萨说的做好 等会儿先进入我的佛国 我带你一起离开 大势至菩萨暗中对地听传音道 得到大势至菩萨的传音后 地听不再犹豫 催动浮屠塔 放出了亚语 亚语一现身 便对着陶悟发起了攻击 而观音菩萨 则催动法宝阳之欲净瓶 发出一道绚丽的南光 射向陶悟 陶悟感受到危机 一巴掌将亚语拍飞 然后闪身避开阳之欲净坪 射出了白光 观音菩萨早有预料 白光被陶悟避开后 禁止射向虚空 那里正是九天陨雷阵的魔弱之处 轰九天陨雷阵被破开一个缝隙 观音菩萨叫了升走 然后飞向那道裂缝 大势之菩萨挥手 将地听收入掌中佛国 然后也朝那缝隙飞去 哼 翔走 太晚了 九天陨雷 今 一道龙行闪电披下 观音菩萨连忙祭出井身 将闪电挡下 但身体却不可避免地朝地面落去 大势之菩萨健壮 挥手接住观音菩萨 但是这一单个 刚刚通出的缝隙 依然合拢 文众 你这是想要挑起佛门 和天庭的大战吗 观音菩萨看着已经激发的 九天陨雷大阵 破口大骂闹 第九十章 净化鬼魂 孙悟空和飞鹏一行人 来到鬼门关 发现鬼门关已经被破 神书 欲累二鬼神气息破败地躺在地上 一动一动 孙悟空念及梦婆对自己的帮助 心中一动 祭出明书 引英魂之力 覆盖在二鬼神身上 神书感受到孙悟空的动作后 感激地看了 孙悟空一眼 对孙悟空说道 多谢道理 明书不愧是明界至宝 只一会儿 神书和玉磊便已经恢复了大战 二位鬼神再三谢过孙悟空 孙悟空向二位鬼神告辞 就在这时 耳边突然响起梦婆的声音 悟空 一起来奈何瞧 孙悟空看了身旁的飞鹏一眼 说道 三哥 你们先走 我在明界还有些事情要处理 飞鹏文言 眼中闪过一丝疑惑 不过飞鹏也看出 孙悟空似乎与这地府坡有渊源 知道孙悟空在地府应该不会出事 于是点了点头 带着龙茄等鬼匠 与孙悟空作别 出鬼门关往盲山鬼界而去 孙悟空来到奈何桥头 孟婆正在给鬼门们分配孟婆汤 看着一排排鬼 孙悟空不好打扰孟婆 便站在一堂 耐心地等待着 孟婆目送所有的鬼魂上了奈何桥 然后看向孙悟空 眼中饱含深意地说道 还不赶紧将它们放出来 孙悟空闻言一愣 随即醒悟 将自己收容的猴族鬼魂 全部放了出来 放出来的猴族鬼魂们 一被放出来 就想要四散奔逃 孟婆摇了摇头 拿着勺子 对着身前的大地 就是一敲 当一声悠扬的声音响起 所有的猴族 鬼魂全都定在了 眼中的胸光慢慢消散 最后全部变得不燃起 伯伯 你 孙悟空见状 有些担心 不由开口说道 孟婆白了孙悟空一眼 说道 他们在银山待得太久 再不送他们去轮回 他们可能就 真的只能永远以鬼魂的形式存在了 你难道想让他们全都变成厉鬼 不 不愿意 孙悟空想了想 摇了摇头 他知道鬼族的限制太多 如果真的 全都变成了厉鬼 恐怕除非一辈子 呆在明界 否则一旦回到人间 这些厉鬼的鬼戏 很容易惹来天庭的注意 孟婆说道 那你还不对他们进行进化 孙悟空文言 寄出了明书 催动明书 一道道精纯的阴魂之力 对着猴族鬼魂们进行重刷 猴族鬼魂们全都闭上了眼睛 身上的红光消散 最后 全都变成了半透明的鬼魂 孩儿们 去吧 轮回去吧 孙悟空眼中流露出一丝伤感 然后笑着 对这些鬼魂 问了为什么 猴族鬼魂们 井然有序地排队 喝了孟婆汤 往奈何桥走去 等做完这一切后 孟婆示意孙悟空 来到自己身边 孟婆看着孙悟空 说道 悟空 你这一次算是彻底 进入了地藏王 他恶失遭到重创 没有个几百年 恐怕是难以恢复 但是一旦他恢复了之后 势必会对你们展开 风红的抱负 许得小心 孙悟空说道 婆婆 如今阴山 已经没有立过来 地藏王他 还会赖在地府部走吗 哼 他当然不会 就这么离开 地狱悟空是不成佛 他想要夺化的 可不仅仅是阴山 而是整个明界 孟婆脸上闪过不屑之色 似乎对地藏王菩萨 是不屑 孙悟空这才明白 原来地藏王菩萨 留在明界 并不是单纯的 想要夺化阴山的地 而是想要占据 整个明界 佛门好大的手柄 他们居然想要 彻底掌握明界 天庭会允许 他们这样做吗 孙悟空震惊了 却是被佛门的野心 给吓了一跳 天庭 悟空 你可知 你刚刚坏了我的事 说到天庭 孟婆眼中 犹入出称怪之色 啊 我怎么了 孙悟空挠了挠头 表示很无辜 他不明白自己 做错了什么 孟婆说到 你可知 身输 欲脸的来源 孙悟空摇了摇头 他对那两位 鬼神的观感不过 不明白 孟婆为什么 突然提起他们 孟婆无奈地 叹了一口气 说到 他们啊 是封神堡上的神体 是受封神堡 挟制的鬼神 你现在明白了吧 他们是天庭的人 孙悟空这才明白 孟婆为什么会说自己 坏了他的事 原来孟婆是怪自己出手 救下了身输和玉脸 孟婆说到 当初为了抵御佛门 地府不得不宣布 归附天庭 因此 天庭派出大小鬼神数千 入住地府 身输 玉脸也就是那个时候 入住的地府 他们这些鬼神的真灵 都寄托在封神堡上 一旦被杀 就会借助封神堡复活 不过这个过程 需要时间 你救了 本该回封神堡 重新复活的身输 玉脸 打乱了我原本的计划 孙悟空闻言 说道 那我这就去帮你 将他们打杀 孟婆摇了摇头 说道 不可 天庭之主 可不是好布弄的 你现在去将他们打杀 他们复活后 天庭很容易就能猜到 是我们地府所为 罢了 左右影响不了大局 你且回去做你的事情吧 孙悟空与孟婆道别 再次来到鬼门关 申叔和玉蕾亲自上前迎接 欢送孙悟空离去 等到孙悟空离去之后 张飞的身影 出现在申叔和玉蕾身后 皇后将军 这件事情 你怎么看 申叔回头 看着张飞问道 张飞眼神一肃 说道 本将军亲自回天庭一趟 几个鬼王逃出明界 可不是什么小事 搞不好 可能酿成大话 申叔 玉蕾也是这个意思 文言 当即说道 皇后将军 放心去吧 我二人 一定守卫好鬼门关 看护好地府 嗯 如此我去了 张飞点了点头 化作一道鬼气 往天庭而去 当孙悟空回到北巨卢洲 立刻得知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大消息 观音菩萨和大士 致菩萨在东圣神州遭到 逃物重创 生死未复 逃物则逃入了北巨卢洲 如今天庭正在北巨卢洲外步兵 随时可能进入北巨卢洲 并且发下悬赏 不管是何人 只要能够勤住逃物 便可获得天庭赏赐的九传金丹一枚 这九传金丹可以帮助太义金仙突破大罗金仙 是三界最珍贵的丹药 这个消息已经传出 北巨卢洲的大能们也坐不住了 虽然他们早就已经是大罗金仙 但是他们的地方 后翼可都还有不少不能挣到大罗金仙 如果能够得到一颗九传金丹 便意味着可以多一个大罗金仙 如此机会 自然没有谁愿意放弃